世界十大雪景 脏王树兵 这里是日本最大的环游场 脏王雪山缆车的入口处 听说这个脏王的树兵 被评为人这一生必访的十大雪景之一 虽然把我对着有点恐高 但为了大家能够假装到这来打个卡 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带大家坐小缆车上上面溜达溜达 这个脏王环游场1925年开头 现在已经有快100年的历史了 这里一共有26条雪道和41条锁道 我这么解说 大家能想象出来这里有多大波 现在海拔大概是1200米左右 窗外在被雪包裹的树群 就是传说中的帐王树兵 进去率这么一看还真的挺壮观的 坐缆车尬油了20多分钟 终于到达海拔1600米的山点了 我的天哪 这能见度也太低了吧 前面这几位哥们都是从山下扛着板上来的 能在这种地方滑雪的 绝对都是大仙级别的人物 现在的气温是零下20多度 还寡着大风 给我都冻臭味了 他俩好像一点都感觉不到冷了 在日本生活的小孩是真扛动的 这应该是个挺出名的打卡地 叫恋人圣地 至于为啥叫这个名字 我四周瞅了半天 感觉这应该是个谜吧 终于看到山顶的这个标志了 今天的任务结束 感觉我要是再不走的话 这手可能动的就不听使唤了 本来想进休以室 问问有没有热水 结果找了半天 只看到这一个冰水的机器 我是真服了 还是走吧 回酒店再喝吧 这下山的雪景还真是挺漂亮的 今晚盯的是藏王附近的温泉酒店 酒店的环境看着还行 藏王温泉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 算是日本最古老的温泉 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过来阻断华王附以后 晃上那么一炮 特别结压 日本温泉酒店都是自带晚餐的 在丹家的门口上还写着我的日本名字 整的还挺有面 这是今天晚餐的菜单 这个牛肉油麻煮是个什么东东 日本料理啊 看起来是挺漂亮的 但吃起来真的是太清淡了 完全不符合我东北人的口味 我在这观察了半天 就对这个小火锅还挺感兴趣的 最起码他能让我吃饱 这道料理叫有巴 跟咱们国内的豆瓶差不多 我挺喜欢吃的 这个东西不到市场 看着挺好看的 应该是一种海鲜吧 终于可以吃小火锅了 藏上这个小和牛 哎呀妈太香了